大家好 這段影片會說明星期三的九場泥地野賽 頭場賽事我就想買一條單棍心碎 另外這次如果心碎成績不好 不准的話我都不會出著了 會停一停 就會等我休息一休才會出 這次會說一講頭場賽事 有一條單棍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就是兩隻馬 這場五班千二泥地賽 這場我喜歡兩隻馬 首先是一號的一路順風扇 這隻今次會繼續跑五班 其實五班當然有好處 五班其實他的班是很好的 級數夠了 上季他也是贏四班泥地 不過今季他上一局或者前一局 大前一局其實跑五班也不是泥地 泥地最首本的這隻馬 所以這次跑回泥地 我覺得會更加硬 其實他最近這隻馬 很明顯看到五班真的超級 什麼路程也好 菊草也好 沙田也好 他都吃上名 這次我覺得他跑回泥地千二會好些 尤其是前一局我覺得浪費了少少 浪費了少少 浪費了一些黃金機會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場賽事他跑第二 就輸了給那隻不明物體 就是紅海複星 而那一天泥地也挺前置 我記得 放在前面會比較好 所以他後上就輸了 但那一場也追得好 亦都突顯了 泥地真是沙家之餘 他五班其實真的超級 我們可以看看那場賽事 這場是紅色箭咀一路順風中間 那一隻藍衫 那一隻就是一路順風 你看到他在中間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就不太好 因為落後頭馬比較遠 但沒辦法 因為他是一隻後上型的馬 前面就看到帶頭那一隻 就是紅海複星 那一隻馬就爆大懶 亦都是放頭賺了一些形勢 你看到馬中間一路順風 他還要一些時間趴著 所以你看到他 其實來到200多米 他還是比較落後 那回來 你看到他騎下去 這隻馬很早過了一隻 慣性式 然後直追那隻紅海複星 可能因為早點落後得比較遠 所以 後來看到100 他也沒什麼時間再落邊 看見大細爾他就收邊 但是這隻馬也跑得好 證明這隻馬其實泥地真是特別好 那這次跑回泥地的夜馬路程 再加上 我猜這次應該是正常泥地 會好地 跑回到正常泥 不要太利放的話 應該是會跑得好 所以這次一號順風 都要交代 始終今季都沒有贏過 連場拼搏都有頭三 這次我也希望他可以坐正贏到 所以一號順風我會先要 另外一匹馬 再選擇 就是要了5號馬的傳中 這隻馬也是一匹 我相信泥地挺好的馬 雖然他沒有上過命 但是今季也跑過兩場泥地 其實那兩場都輸得不遠 跑得不錯 那時候這隻馬還沒得 還是比楊明倫跑 蘇寶羅比楊明倫 很多都不太行 只能自在試一下馬 減一下分 但是在楊明倫騎的兩場 其實這隻馬也跑得不錯 那我們可以看看其中一場賽事 那場是跑第六 跑第六那場其實是跑得不差 因為前面的步錯是相當快的 頭兩段是快到25秒41 再加上他全程都走外跌蝕位 所以就是輸了形勢 但是回來他也很遲散 我們可以看看這隻馬全中 那其實這場賽事 他全程都走過三跌位置 就相當吃虧的 我們可以看看入直路 這隻馬其實是很遲散的 雖然他虧位 入直路這隻馬其實早段還可以的 按著上來拍了個小 就先是過了旋利多彩 和這隻的勝利在手 但是可能因為早段太快了 他又虧位用多了 回到來他就腳軟 其實來到200 他仍是頂著第三位 但是因為早段真的耗力太多 最後他是最遲散的 你看到那些什麼旋利多彩 和勝利在手 和他一起放 他一早散了 他回來跑第六名 這場我覺得他跑得不差 也是因為虧了快的步錯 而且在前面三跌 沿途走三跌 他才跑得較為後 但是他已經是放頭來說 跑得最好名次最好的一隻 可以見到 洩了形勢都跑得好的話 我想他泥地應該會挺好的 尤其是你見到他 落到來五班之後 跑草地 他的走勢是失望的 或者他在上 對上兩鋪 四巴揹著輕綁 其實跑到 都沒什麼錯 他跑谷草 這隻馬 我想這些馬 應該會跑泥地 好一點 尤其是 他的腳法不漂亮 這隻馬 也是 神粗為港 不討好的馬 出腳也不漂亮 所以我想這些馬 唯有跑一些鬆軟的場地 泥地會好一點 所以這次 跑回一個 我覺得 是他較合適的路程 和場地 這次應該會跑得好的 這次賽前 大家都可以留意 他也試了貨集才去跑 他在3月16日的時候 和中華威威那些馬 試了一組 泥地的1050集 那一組他也試得挺好的 我們也可以看看 這貨集 紅色箭咀 黃袖 紫衫那一隻 就是全中 他這一貨也帶了一個 楊毛面孤跑 入到直奧 其實看到這隻馬 也是試得挺好和輕鬆的 這一貨集 按住 前面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放頭 今天 即是星期三 也會有出賽的中華威威 不過就編排在四班的泥地千二米 看看中間我的傳中 其實入到直奧 看到他也很輕鬆的高身 但是看到這隻馬 也自動慢慢湧上來 逼近前面的中華威威 看到鬆鬆地僵承 那隻馬也肯走 後面 雖然那些馬不太好 但是前面那兩隻 畢竟都是四班的馬 前面那隻 他能夠貼著中華威威回來 很輕鬆地跑到第二名 但後面那一群馬 我就覺得這貨集試得不錯 他是如勢也挺好 所以這次再跑泥地 我相信這隻馬 排到一檔 他會守得一個好位 以及應該是會跑得好 始終 他既然今季曾經兩次 在前面 虧了快捕捉 跟前 回到一檔都不太散 我想這隻馬 今次的賽事 他再跑五班的泥地 由四班落到五班 再戰泥地 是會很適合他發揮的 那麼今場還要有一個 這麼好的形勢幫手 他就不需要 因為早段因為中外檔 被迫著同行鬥場 因為有一個內檔 可以幫助他 早段在三四位 入到直路過馬 所以這隻的傳中 始終這些馬 他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四歲馬 跑五班 他還未見完 還有進步空間 有很多馬 在這場賽事 譬如說 鮮木在林 慣勝積極 那些已經七歲 被你見完 所以我覺得傳中 希望他還有進步空間 這些後三馬 都可以在五班 是有機會突圍的 好 所以今次這條片 就推介兩隻馬 那就是 頭場賽事 就喜歡一號的一路順風 和五號的傳中 好 這條片就說到這裏 祝大家好運 接下來的賽事 提多次大家 跑沙田的泥地賽 頭場開跑時段6.9 九場賽事